你好 我這邊做一個簡單的 使用說明 由於冰放的遊戲Plugin更新了 對 官方放話說 9月18後就只能用 新版的Plugin 但是因為新版的Plugin 對艾爾非常的不友善 簡單的說就是 它更新後 你的遊戲資料夾會 強制放在 你的瀏覽器 的那個資料夾的後面 啊 假如你原本 放在其他的地方的 像是我是放在第一槽 它就會讀取不到 導致 你得整個遊戲 重新下載 非常麻煩 而且因為Chrome 它預設就是 下載在C槽 像我這種C槽切割的 很小的人就會很麻煩 所以這一篇就來教你們 怎麼樣 可以不用重新下載 遊戲 也可以 用新版的冰放 同時 遊戲的資料夾放在其他的 其他的草味 好 一樣 跟官方的 說明一樣 先更新你的Plugin 然後 來我的文章下面 連結點進去 資料夾下載回來 解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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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 先到你的Chrome 假如你用Chrome 我這一天只會先教你 怎麼用 用Chrome 因為我沒有用火鍋 也沒有用IE 先看 你的Chrome是哪一個版本 因為我們剛做好的時候是76版 但是 做好沒多久就變77版 所以先看一下你的版本 好 然後來解壓縮 看一下使用說明 基本上CMD這個 你會用的話就用 我這一篇我只教你 怎麼用BAT 比較快 看一下喔 應該打得很清楚了 好 我們來改 所以剛剛這個 連結資料夾右鍵編輯 開啟 好 我們看 我們是77版嘛 那我們就改77版這一個 前面的路徑不要動 動後面D槽這邊開始就好 這裡 放你艾爾原本的資料夾 先去找你的艾爾下載在哪裡 安裝在哪裡 像我的是這裡 D槽 Elsewhere Data 那我就複製 把後面改掉 好 這樣就可以了 第一個是前兩個都是Chrome 然後再來 這一個是火狐 這一個是IE 自己調整 然後改好後Ctrl加S 關閉 好的後 右鍵 你系統管理員身份執行 按下去 你就會看到 他的那個預設路徑裡面 會多一個你的Data 一個捷徑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用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正常開啟遊戲了 但你要確定 如果你在用這些之前 你的這個路徑裡面就有一個Data的話 麻煩你先把它刪掉 這樣他才可以正常運作 OK 好這樣正常開遊戲 可以看到新版冰放他讀取的速度會快很多 體感大概快一兩秒 然後如果你有裝我剛剛那種轉換器NEO的話 你得先把它重安裝 先把它移除 然後再讓他重新安裝一次 他才可以正常的讀到路徑 好大概就這樣子 還有問題的話 在留言告訴我 好這樣 拜拜